三個詞,第一個是心意,第二個是經倫,第三是分刺 心意在神深處有一個心意,他的心意就是他的經倫,這個經倫也就是他的安排 安排做什麼呢?我們要把三一神分刺到我們裡面 所以在今天總共有四個大點,第一大點講神的心意,第二大點講到神的經倫 第三大點就講到他的分刺,第四就是一個總結 第四也可以說是他終極顯出三一的意象 我們是不是再把第四大點一起再聽一下 我們需要有聖經中心之書的意象,神聖的心意,神聖的基督人,以及神聖三一的神聖分刺 要分刺到神聖分刺的信徒裡面,為著現造造為做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七夜無常人,過三一神永遠還你的彰顯 說到這個詞,我們其實都很熟悉,很熟能詳 但是到底在我的生活,我的侍奉當中,有沒有對準這個終極限? 有沒有對準這個終極限?有沒有對準這個終極限? 所以一提到,弟兄在信息今天一開頭,也提到,地題就是先提第四題 為什麼呢?因為這是關乎意象 意象,英文是vision 就是有一個很奇特,也沒有看過的一部的景象 有時候我們看了,但是不夠有社會 或是我們看了,不明白 這個螢幕後面有什麼你知道嗎? 不曉得,這就是曼子後面有一個印象 我們打開 在旁邊,先不開 保留曼子後面的奧秘 其實沒有什麼奧秘 但是,揭開曼子,你看到了 你看到之後,全是暗通風的 你看到什麼?什麼也看不到,所以是光 第三呢?你還是需要有視力 需要有視力 有的沒有視力,是瞎子 老瓜也,近視也看不到 這個印象對你也是沒有用的 第三,不僅需要有視力 第四,還需要有智慧 後面有一個抽象畫 是比卡索的抽象畫 你沒有智慧,你看到那個是什麼啊? 看不懂 小學生畫 但是,你有學過或者你有智慧 你看,哇!這個怎麼畫得這麼好啊? 這就是需要有智慧 第一,需要揭開曼子 看見這個印象 第二,需要有光來光照 第三呢?需要有屬靈的視力 第四呢?還需要有智慧 所以,保羅在一部所書第一章 那裡就說到 要向神求 求智慧和喜事的靈 開我們的心眼 來看見神的願望 所以,第一篇 給我們看見這個 心膩、精輪及分飾的這幅圖畫 這個是從神的角度來看 對神來說,這是祂的精輪 第二篇,是從對人這個角度來看 好,我們來把第二篇 篇題來讀一下 神的管家的時分 藉得神聖善意的神聖人士 執行神聖人士 執行神聖人士 好,這裡提到管家的時分 好,我們把第一道理一起讀一下 全本聖經的中心點 是神聖國的願望 要將祂自己分刺到祂所謙選 並救贖的人裡面 使祂得索團體的彰顯 在這裡給我們看見 全本聖經的中心點 第一個就是分刺 這個分刺是要來產生 或者說這個分刺是要得索一個團體的彰顯 全本聖經有祂的職業 也有祂的主幹 也就是祂的中心點 這個中心點就是分刺 神聖善意的神聖分刺 目的呢是要得索一個團體的彰顯 所以第一道點可以看見 聖經的中心點是什麼呢? 第一,分刺 第二,就是得索團體的彰顯 第二道點來一起讀 神在祂基督中的心意 是要將基督同祂一切的功夫 分刺到信徒裡面 好構成基督的身體 六四召喚 以照顯經過過程 比明中心換神的三眼神 這是神聖啟示的中心陸線 好,這裡有一條路線 神聖啟示的路線 也是這條中心的路線 這條中心的路線呢 就是將基督的豐富 基督的丰富做什么呢 它叫分刺 分刺之后就构成 丰富来分刺 基督的丰富分刺 分刺到人里面 分刺到信徒里面 构成基督的身体 然后来彰显三一神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中心点是分刺 这个分刺得着一个 团体的丰富 同时这里面 可以看见有一条的路线 这条神圣启示的中心路线 就是将基督的丰富 来分刺到信徒里面 构成基督的身体 可以彰显三一神 这是神圣启示的中心路线 来请各位两两对说一下 第一第二大语言 来分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点都是帮助我们看见神